这位CVITER日版的CX10 其实跟CXF70是一样的 只不过CX10是没有收音机的 更薄更轻 前后都是铝合金外壳 而F70是前壳是ABS工程塑料 后壳是铝合金 他们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都是单点操作 一个件操作 他们的音效也是一样的 带一个SBASE 一个SLC 然后杜比NR 磁带金属磁带 普通磁带选择器 带一指示灯 70是带一个屏幕 然后看他们的磁头压带轮 主导轴系统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同一个机芯 只不过是一个是收音机 一个是不带收音机 更轻更薄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 换一下皮带 所以说它的皮带 跟F70是一样的 102 对折102 0.7 头上这颗螺丝 最短的螺丝 侧面跟下部的螺丝 都是中等程度 它背面有一颗 这颗螺丝跟F70一样 最长的 然后首先我们要把电池盖 用劲揪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按钮 这个框子 先把按钮的框子去掉 这个框子也是我最烦的 不好取 不好上 有一根附位小蛋黄 只要你不碰它 它是不会掉的 然后我们把开关 都拨在一个位置 我们一会儿装的时候好装 我们就把壳子可以拆开了 拆开的话 由于它没有收音机的部分 所以说它不需要解焊 我们直接换皮带就可以 而且它这根皮带 也还能凑乎用 老款的这些机芯 它的皮带扭力都不是 都不需要很大 我们把卡片取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松下的双胞胎电机取下 一样 对折102的0.7的皮带 老款的机器 皮带都非常耐用 因为它不需要大扭力 我们皮带上完以后 要把打弯的地方 全部给它修整过来 好 没问题 我们现在把这个松下的片子放回去 然后卡片 放回去 好 我们把磁带 我们可以先这样的运行一下 逻辑的运行一下 播放键是上面这个 按一下 找下耳机 找下耳机 可惜的点是松下跟JVC它没有AB面自动识别 这点不如腐泥 这款老机芯还是走得还非常平稳 词一年 江沙 为何后来我们又怎么取代依赖 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漫 谁最离开,转手回到最橙框,浪丽等待 未来期末是否... 好,我们现在把它装,装起来 这个插口是送下的 这VC其实以前就是送下的 这个LED指示灯,这是送下的 送下这款LED广泛用于很多机器,都是这一款一模一样的 这款的颜色非常正,而且它的亮度也要高一些 当然了,这款机器好几种颜色 而且带一个线控,它那个线控 说实在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那款线控跟松下单数SG都是通用的那种 单按钮就是一个按钮的机器 但有的人为了那幅耳机去买的话 也可以买,其实没有必要 这款机器好几种 中这个我是特别不喜欢 因为每次装也得碰运气 像这样一下就装进去了 有的时候可能太着急 我们取磁带的时候 一定要装上电池 让机芯复位了 否则你机芯如果不复位的话 它就会把你的压带轮压出有压痕 有压痕的话 基本就是废了 你还得换压带轮 这款压带轮 有卖的 咱国内有卖的 倒是很好换 它这个磁带检测开关在这个位置 这个小点 看到了吧 小黑点 按下去 看一下机芯的复位 这也算是一个防卷带装置吧 松下基本上都带有防卷带装置 就是把磁带放进去以后 它会预先前进后退 然后把磁带绷紧了 不至于脚带 好 这就是我们的JVC CX10更换皮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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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